我是凌鱼 也是何家荣 2322集 我告诉你 如果被我发现 你跟他有来往 那从此以后 我们楚张两家 便彻底断交 楚西连历声喝道 你张家自己想死 可别拉上我们 楚兄 你看你激动什么 我只是说他 能对付得了何家荣吗 又没说要跟他来往 张又安急忙说道 再说了 自从林霄死后 我们家跟万修之间 几乎彻底断了来往 他这人谨慎多疑 想来神出鬼没 我们就是想联系 也联系不上啊 你这一点 大哥放心 我知道轻重 楚西连白了他一眼 冷横一声 再说了 不用我们联系 万修自己 就会对付何家荣 本来就是不死不休的仇敌 张又安急忙说 我们只要继续煽动舆论 让何家荣回不了京 那他早晚会死在万修 或者建道宗师盟的手里 公则死了 建道宗师盟 岂会善罢甘休 不错 楚西连文言神色意怀 接着点点头说道 这几天的新闻我也看到了 虽然建道宗师盟死不承认 但是谁也知道 何家荣杀死的 是建道宗师盟三大长老之一的公子 现在建道宗师盟和整个东阳 几乎沦为了世界的笑柄 如此奇耻大辱 都是拜何家荣所赐 他们一定恨死何家荣了 所以啊 其实我们根本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让何家荣永远回不来 那他迟早会跟流浪的野狗一样 渴死一乡 张又安也点头笑了 他感觉心头的压抑感 也顿时削减了许多 接着他神色一正 似乎想到了什么 急忙起身走到楚西连的身后 颇有一些讨好的第一声说道 楚兄 不管怎么说 现如今何家荣 沦落到背景离乡的境地 都是我一手策划的 而他死在外面 也是早晚的事 你当初可是答应过我 除掉何家荣 就继续我们两家的联姻 你看 我是不是选个好日子 把咱两家的亲事给定下呀 张楚两家之间的联姻 一直都是张又安的一块心病 他知道 只有跟楚家结成了姻亲 才能彻底傍上 楚家楚老爷子这座大山 他们张家 自此才能真正的无后顾之忧 其实按照原先的计划 他们两家早在几年前 就已成为亲家了 结果就是因为 何家荣这兔崽子横插一脚 导致这段亲事 一直搁置了这么久 这个事情 现在谈还太早了吧 何家荣还好好的活着呢 楚西连神情淡漠地说道 他虽然还活着 但是肯定活不长了 张又安急忙说道 才说了 主兄 这门亲事我们都拖了很久了 孩子们也都这么大了 再等下去 你我什么时候做爷爷 做外公啊 你看何家荣那小兔崽子 马上儿子都要有了 楚西连眉头紧簇 脸色凝重 望着窗外没有吭声 还有重要的一点 现在何家老爷子没了 何家史威 正是我们两家联手的好机会啊 张又安的神情兴奋 他继续说道 我们两家一联姻 也相当于传递给外界一个信息 我们张楚两家强强联手了 到时候那些原先亲父何家 现在摇摆不定的人 必然会下定决心 毫不犹豫地兵弃何家 转而依附我们 听到张又安这番话 楚西连的神色不由 缓和了几分 眼中的神色也忽明忽暗 显然有一些被张又安的话 说动了 张又安说得不错 虽然何家老爷子死后 很多墙头草都过来 归附到他们家和张家 但是仍旧有一部分 先前跟何家相较甚好的势力 聚其不定 不知道该不该选择 背弃何家 转头张楚两家 而如果这个时候 他和张家强强联手 必然会将这部分势力 吸附过来 到那个时候 既进一步削弱了何家的实力 又增强了他们两家的实力 届时他们楚家 便成为京中第一大世家 不过张楚两家 联手单纯靠说 是没用的 外界只会将心将疑 只有联姻 才能让外界彻底信服 所以如果他想抓住这个机会 进一步壮大楚家 只能和张家联姻 楚兄 你还犹豫什么呀 张又安见到楚西连 有所动摇 急忙派着胸脯保证道 我跟你保证 等我们两家联姻之后 我张又安 必定以你马首是瞻 这个 楚西连皱着眉头沉声说道 可是 我也不能把我的女儿 嫁给一个疯子 他知道 自从上次被何家荣教训之后 张一婷 受到了不小的刺激 有一些疯疯傻傻 他有一些不忍心 将女儿嫁给一个疯子 一婷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已经好多了 张又安急忙说道 如果你要是觉得一庭不合适 那我们可以把以前的婚约作废 将云威 嫁给我儿子叶红也行啊 那有什么区别吗 楚西连 脸一沉 冷声说道 倒不是嫁给个疯子了 而是嫁给了个残废 要知道上一次被林雨教训了之后 张一红 已经断了只手 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废人 张又安听到楚西连如此直白地说 脸色不由变得分外难看 脸上的肌肉微微抖了抖 心中颇为恼怒 但是并不敢发作 只是将这几个恨意尽数 转移到林雨的身上 他调整了一下情绪 继续讨好说道 那要不你看义堂呢 这孩子可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呀 确实是我从小看着长成一个窝囊废的 楚西连毫不留情地冷声说道 张家三兄弟里最没出息的就是张义堂了 其实挑来挑去张家这三兄弟都不怎么样 所以楚西连一直不愿意将闺女嫁到张家 张又安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 不过他还是压抑住心头的怒火讨好的说道 我知道 现在云威嫁入我们家确实委屈了他 但是放眼整个京中 除了我们家 还有谁更合适跟楚家联姻呢 毕竟我们还是京中第三大世家 你总不能将云威嫁给何家吧 做他们的春秋大梦 楚西连怒声说道 我就是让我女儿一辈子不出嫁 也绝不可能嫁入何家 那就是了 权衡利弊 云威只能嫁给我们张家 张又安面色一喜 接着压低了声音说道 楚兄 如果你肯让云威嫁给我张家 我必然送给你一份天大的彩礼 一份你绝对拒绝不了的彩礼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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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